今天得到的消息是下午 瑞士就会宣布封城 这是小道消息 但是我们还是顾且相信 然后赶紧让他爸爸再去超市 给我们拎点东西回来 做两天就陆陆续续囤了一些东西 对囤了一些 但是不够啊 人家妈妈都是30公斤米 我们家只有5公斤米啊 然后昨天下单的网上的超市 说是跟我下星期三送来 但是如果明天就开始封城的话 估计也送不来了 超市里面的蔬菜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并没有断货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蔬菜的价格 大白菜一公斤30人民币 小白菜44亿公斤 蔬菜都很充足 肉类也都还挺丰富 并没有什么断货的情况 这边人最爱喝的酒 倒是一点都没断货 这里的厕纸也是卖的很快的 看货架都空了一些 另一个超市也是一样 最缺的就是厕所纸了 明显看到货架空了一大堆 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在奋力的上货 超市里最便宜的意面也卖完了 剩下一些很贵的 这是另外一间超市 也是意面空了一堆 旁边的巧克力无人问津 货架上的消毒水也被买空了 剩下一些擦金属擦玻璃的 面粉基本上卖空了 还有群众开始囤饮用水 草莓也太没了吧 我问爸爸为什么要买厕纸 他说超市的厕纸快没了 他以为他给我买了一箱红酒 结果发现里面是鸡蛋 我太伤心了 这是什么呀 威士忌 还有我们的鸡蛋 我们的大葱 对啊 我们买了一瓶巴士消毒水 回家每天拖地 这是我们囤的面粉和牛奶 还有鸡蛋 苹果 一些洋葱 蔬菜 希望可以撑两个星期吧 冰箱里面还有肉 鸡翅膀 还冰了一些肉在下面 感觉还是挺有安全感的 好 好 感谢观看